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24年4月19日 今天4月19日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下午时间 刚刚美国众议院以315比94的表决结果 通过了援武法案 我们简称叫援武 实际上外国人援助外国人 外国的法案 里面包括援助乌克兰600亿美元 包括援助以色列200多亿美元 还有包括援助台湾80亿美元 同时也把玻璃TikTok 这个也放进去了 因为这个法案 有很多人阻挡 其中大量的美国国立主义者 特别是Mega川普 这些他的极右翼全力阻止 所以并且扬言说议长如果要把这个法案拿来投票 那就把他议长的位置给他录下来 把他弹劾下来 是吧 但是呢 所以到底是不是周六来投票 所以中央议长袁迅做了一个这样的就是一个规则投票 就是说让众议院的议员来投票 到底要不要礼拜六来投票 做了一个这个规则 规则的结果是316比94 所以这可以说是美国孤立主义大势已去 其中有59票 50多票是共和党 共和党是投了反对票 然后有30多票是民主党投了反对票 民主党这里大家知道 因为他们都是因为里面有以色列的这个这个法案 这援助嘛肯定就是清巴勒斯坦的那些民主党里面 共和党呢是极右翼 民主党是极左翼 所以记住在美国极左和极右加起来就是95票左右 基本不是主流 三分之一都不到 他们并且两边是绝对不能合在一起的 所以美国的大事是稳定的 这是一个绝对很好的一个消息 林女士你怎么看分享一下 对从这个新闻里面 而且是最新的这种讯息 然后就受到非常多人的关注 我相信泽连斯基还有以色列总统 他们都会非常的感到开心 那像我们了解到当乌克兰在目前的这种困境里面 包括他们自己国内在生产武器的方面都还需要 比如说一些材料的资源或者是更多的资金的助益 才能够让乌克兰的这种武器厂能够再顺利的进行 因为乌克兰他也不能说是全部的这种军备都是靠国外的嘛 所以他们自己本身在自己制造生产的时候 在工厂的这个部分 其实也是有很多在零部件各个部分 还有在资金流的这个部分的困难点的 那我们了解到在很多人的呼声当中 像这个众议院的议长约翰逊 他其实是相对也是困难的 因为就像路德先生讲的 有很多是那个真正 不知道他们是出于什么 一直是去反对去支援乌克兰 那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他会去了解到 在如果不赶快对乌克兰援助的话 那对于这个俄罗斯部部的禁逼 中俄一的这种对俄罗斯的这个军备的攻击 还有在军力方面的强力支援之下 乌克兰他很可能就是不久的将来 有的事遇估是年底就会有不好的局面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紧要关头当中 就是其实像约翰逊这个议长 他自己本身他的小孩 其实也是在这个军队的方面 也是有在实习的 所以他们并不是以这种开玩笑的方式 他自己本身也是对于历史的审判 自己觉得自己是要为这个负责的 所以当他自己觉得说 要提供乌克兰最重要的这个军备 他宁可是这么做的 去比较来说是要美国人 去到乌克兰的战场上牺牲性命 所以养伤权衡之下 他都会去做很多的这种 尽量去完成整个局势当中 大家了解到的这种困难点 那我们很多人可能不太知道 其实像蓬佩奥还有那个 彭斯副总统前副总统 他们其实在这个法案当中 也有很多的助力 也就是呼吁共和党 不管是共和党或是民主党 都一样在第一时间里面 为美国尽一份力量 这份力量就是为了自由的世界 也为了以色列 为了台湾 为了乌克兰 而且能够去鼎立支持这个约翰逊 那像蓬佩奥跟前陆军副参谋长 杰克基恩 他们也对于这个法案的关注 其实他们也有多加的这种鼓励 跟去支持约翰逊 就是希望说在这个危险的时刻 我们都很清楚看到俄罗斯的独裁者 他是不止侵略乌克兰而已 他的下一步就是对于波兰 或者是更甚的 像之前我们有报道的 对于哈萨克斯坦的出手 那有的他没有出手 没有说的就已经都是有在出手的 像对于乔治亚这个国家 所以如果不能够结束掉 这个普京的这种对欧洲的威胁的话 其实我觉得整个欧洲都是在危险当中的 那他们有讲到说 邱吉尔他在二战的时候 就有说当自由世界 当自由世界的国家在睡觉的时候 独裁们他们还一直是在计划着怎么样去攻打我们 所以任何国家都不要忽视敌人的野心 那这个也让自己想到说 今天那个FBI的这个局长讲的 CIA局长也讲到的 就是习近平的野心 所以当习近平跟普京的结合 而习近平他一直不断的去扩张自己的这种 对于伊朗还有对于俄罗斯的这个军备的攻击 还有这种设备的这种精密军事仪器的这种供应 还有这个资料的供应 那这些都展现了习近平的野心 那他的野心也去扩张了普京跟伊朗的哈梅内利的野心 所以这个如果说我们不去防范的话 整个自由世界 整个全球都是会非常危险的 所以像在布林肯他其实也有讲到说 中共国的这种对于欧洲的这种危害 威胁其实都是很大的 所以当这个时候这个法案通过的话 真的是感觉是一个及时雨 然后应该在很多人都会非常开心 有看到这样子的结果 我的先生谢谢 这个法案带来的资金资金量 应该给乌克兰可以说是巨大的帮助 还有一点也是向俄罗斯表达了一个 以及中俄异常表达 他们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分化 分裂美国 通过两个 一个左翼右翼 两种 以色列类就是左翼 乌克兰类就是右翼 通过这两种方式 分化美国 分裂美国 分裂美国两党 这是一个瓦解 政治上的瓦解 这个最大的 这才是最大的好消息 可以说是 这个议长经收了这样的一个这样的博弈 总算成功走出来了 成功决定 这个决定的话 我相信 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 简简单的决定 应该是很多 就是这两个多月 是什么 说白了 我想 美国也是在观察 到底哪些议员 是跟着中俄走的 是不是 打着所谓的这个民意 孤立主义 那边是打着所谓的和平主义 以色列那里就是 跟着巴勒斯坦走的 就打着所谓的和平主义 是吧 跟着俄罗斯走的 就是所谓的孤立主义 你说这 翻杀都是他们说了算 他们都牛逼 是吧 这是一个这种玩法嘛 所以呢 对厉害的 你就说 哎哟 你别去管它 是吧 比如说俄罗斯 有核武器 咱们孤立主义 咱们孤立主义 是吧 好 这个哈马斯呢 就巴勒斯坦或者伊朗 这些比较弱一点的 哎哟 和平主义 你要讲人道 是吧 你不能给美国啊 给以色列输出武器 你看 这就是他们的基本 所以这个 千万 记住 在过程中 你要知道 这个 它是一盘棋 一盘大棋 这个大棋是 地缘政治 绝对不存在 中共 中俄 你在媒体上看到那些 说白了 很多都是 它都是一个 一个舆论战 信息战的一部分 有的是坑 知道吗 有的是坑的 挖坑 把对方给套进去 是吧 有的傻乎乎的 就跟进去了 暴露了 是吧 有些 有些 各方面 这里的 其实 它绝对是 必然通过 毫无疑问 美国如果 这一点都做不到 那怎么 过去几十年 怎么跟苏联干 不早就被苏联颠覆了 那为什么 没有被苏联颠覆 就是美国 在这方面 很厉害 它是个高手 高手玩的 就是把自己 伪装成猎人 对吗 这很多方面 你可以看到最终 它绝对的 无论在二战的时候 你看 当时也是有孤立主义 还是在一战的时候 还是在美末战争的时候 任何时候 美国的敌人 总觉得 美国不堪一击 美国一盘散沙 美国天天内斗 永远在那时候 但是最后死的都是他们 放心没有 林律师 分享一下 你怎么看 对我觉得 路德学生讲的 就是非常的核心 而且非常的活灵活现 那为什么在美国 这个保守党 这个共和党 这个里面 就会有这种 跟所谓的川普主义 这样子的孤立主义 来对抗 它其实是会跟 民主党派的一起 来为了整个大方向 美国的大方向 朝着这一个方向去前进 就像之前 路德师先生一直提醒我们的 就是其实美国最重要的 而且最大的支柱 其实是算是中间的 所谓的中间不是说 没有好坏左右之分 而是他们是一个中流砥柱 可以看清楚一个国际局势 那这个国际局势现在的走向 其实是应该往哪一个方向 在美国的政界 其实是有这样一股强大的力量的 所以并不是像中俄在这个舆论认知上面 你就是要所谓去一直不断的 以为人道主义 或者是这种人道里面 就有绥静跟诺诺的成分在 或者是像对于乌克兰 因为有和 然后普京是非常的蛮横不讲理的 那我们就要避免这个遭受到核的这种 威胁跟核的报复 那我们就不要去碰 这个跟俄罗斯相关的议题 那这种都是不对的政治想法 那像拜登政府 他其实也是非常的明快的 就是知道说众院两等 他们已经决定了这个法案的时候 然后就催促赶快把这个法案送到白宫 那这个当中衔接的配合 可以看到众院跟白宫之间的这种 互相的交流 就是他们在行政方面的这种密切 我觉得这个都是对于美国的政治生态 其实是一个很良善的视线 然后也可以看出来 为什么杜德先生一直讲说 美国的这种政治的手法 他们的这种玩法其实是很高级的 因为当我们看到这个法案通过的时候 对于乌克兰的资金的这种评估 它其实也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 这一笔资金 就是让乌克兰自己怎么去运用 不是的而且他这笔资金其实是有分摊 摊体十年 而这个摊体的当中 他还有分是防卫方面的支援 还有对于人民的健康还有教育 还有整个人道的资源 或者是在能源跟水资源方面的资金的配比 这个都不是随随便便的 所以他们的这种评估 跟这种支援的财产的划分 其实都不是我们一般的民众所想的 就是你就是这样子去 美国就是这样子去一笔钱 然后就去支援哪一个国家 其实他们都有非常详细的方案跟评估 然后去评估每一个国家的可以需要的 运用的这个资产是有多少 所以这个都是让我们去了解到 美国他们在考虑很多事情 除了法案 法案通过之后的执行 执行的监督这些机制 其实他们都是做到位的 就是从这个当中这件事情 所可以学到的路德先生 谢谢 好 谢谢李女士 咱们时间运营 咱们这期节目就分享到这 不要了 点赞分享 再见